麥卡錫與蔡英文會面的消息 已多次出動中共的敏感神經 中共外交部週二再發出警告 對此 白宮週三再次回應說 蔡英文過境美國早已是慣例 中方實在沒理由過度反應 就在麥卡錫與蔡英文會面之前 中共宣布啟動臺灣海峽中北部 聯合巡航巡查專項行動 中共駐美大使館也向麥卡錫等 與蔡英文會面的國會議員 發送了威脅郵件 對此 白宮明確希望中共保持克制 新唐電視台記者 顏書綜合報導 資訊 地口 7號 6號 感谢观看